大家都知道說殯葬業的這個利益驚人 有的時候呢 甚至是被這個黑幫 或者是地方的角頭所把持 也因此世界各國都有不肖的業者 他們這個違背良心 然後來大發這個死人財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 比方說這個搶屍體 真的你死我活的 什麼蟹鬥啦 這個群毆啦 開槍都所在多有 可是也請教敏寬 是 這種貪圖死人財 不會有報應嗎 有報應這種事情 就看你信不信 信者恆信 很多的報應 我一輩子也都沒看過 但家中有傷事 很麻煩 一來內心有時候很悲傷 有時候又六神無阻 然後那時候千頭萬去 包括了民事的手續 包括了傷葬 很多時候剛從醫院出來 所以很多人這時候就說 我跟你說這邊簽一簽 然後簽完之後 你才知道糟糕了 被整個敲竹槓了 特別是整個殯葬業 殯葬業各位很簡單 厲害的他都去當官了嘛 有些就當議員去了 有些就做正常工作 會做殯葬業的 有些心有良心 但有些真的是很會敲竹槓 所以我們來看殯葬業 這個是有一個人所寫出來的 殯葬業的守則 那你怕的話 就往反方向去走就好了 殯葬業有幾個守則 第一個心要正 不正必有報應 但講句實在話 很多人都是坐地起駕 為什麼呢 二象膽變身 賺錢比較重要 然後再來他說 掃接小朋友的生意 很多小孩其實他根本不想要回 不想要死掉 所以小孩的怨氣比較大 所以他們一般說 處理老人容易處理 處理小孩比較難處理 然後後面他就說 不要多加明目 多收費等等的 但我跟各位說 單單一個所謂的火葬之後的那個瓦 單單那個骨灰瓦 價格是從幾十萬到幾千塊 通通都有 然後很多人就會跟你說 這個很多講的胡言亂語的 看你信或者是不信 但這個是真的 整個殯葬業的話 夏天是淡季 冬天是旺季 單單最近冬天 特別是天氣突然間急冷的時候 很多的老人家 因為血管一收縮 哇那真的是回添加的速度 就非常非常快 但我們現在說 美國這個案子 美國有一個不良的一個藏儀社 真可惡 在整個醫學當中 常常會有很多所謂的沉默老師 有些人會捐大體 有些人會捐器官 可是畢竟學生多嘛 那個每個要去研究 可能會不太夠 所以有些他就會指定 結果這家藏儀社 這個女老闆真可惡 為什麼呢 他就把部分的人 他就說哎呀 這個屍體 我幫你火化 那美國他們有個習慣 他們在火化之前 屍體要處理 有時候該灌斧馬鈴要灌斧馬鈴 有時候該做什麼動作 因為他們最後要沾氧儀容嘛 結果呢 看到臉是漂漂亮亮的 對不對 內臟全不見 內臟全不見 內臟全不見了 結果他內臟拿去哪邊呢 很多的研究機構 很多的醫學院的學生 很多的這些所謂的醫院 他們就需要器官來做整個研究 他們還下定 然後下定完之後呢 他就把裡面的器官拿走完 然後拿走完之後有時候燒燒出來 東西不對啊 所以他就會用一些亂七八糟的 例如說像一些沙石等等的來混 然後混完之後呢 就有人說奇怪了 怎麼那個案件出來之後 怎麼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結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嚇死人 前前後後 單單被他這樣子偷雞摸狗喔 偷天換日的五百六十個 哇 五百六十個人啊 所以這個女負責人後來在整個美國 他們是一面倒就說不可以饒恕 絕對不可以饒恕 重判二十年 所以這個是女負責人 這個已經重判二十年 黑心葬儀色 但我們談到臺灣 臺灣最近特別是像這兩年 哇 那個搶客人搶到之兇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的葬儀色呢 很多人他是有生前契約 那生前契約你到時候時間點 生前契約拿出來就好了 有時候最怕的就是六神五祖 六神五祖那時候 不管是在醫院 或者是在用特定的交通場合 等等的 哇 搶客人 那為什麼搶客人呢 很簡單 因為來了 他就是活生生的就鈔票嘛 那鈔票之後呢 看附加價值多少 先搶再說 那搶客人搶到多誇張呢 高雄居然有葬儀色兩家 一開始是整個刀劍棍子 槍劍對不對 後面氣啊 拿M16步槍直接掃射 這個是在高雄的一個部分 北部很多都直接在街頭做打架 很像黑幫在做火拼 那黑幫火拼的 直接在那邊火拼 對不對 兵役館誰開的 兵役館是各縣市政府開的啊 你直接在我外面火拼 然後兩邊的鈴車在那邊頂來頂去的 然後還打架 他們會祭典 他們會祭典 然後你如果祭典到的時候 會不讓污點的公司來做進門 但其實你說真的會去懲罰他嗎 其實不太會 其實也不太會 但重點就來了 你辦喪事是辦給活人看 還是辦給死人看 是辦給活人看 我再問各位一次 辦給活人看 當然是辦給活人看啊 所以最近在臺灣就非常出名 很多的那些李儀師通通都是那種美女李儀師 那這個美女李儀師呢 現在的整個噱頭可多了 為什麼呢 一開始進去還有國樂演奏 那國樂演奏完之後 每個李儀師穿著同樣的一個衣服 然後呢 用著同樣的一個姿勢 出來很氣派對不對 然後後面還有長串名車 例如說很多那種黑社會 或者這種社會大佬啊 有錢人等等的長串的名車 而且有時候那個名車還 通通是同一個牌子的 這個也有喔 我曾經看過那種很誇張的是因為這個人是一個有名望的人 那回添加了 所有的兄弟啊 那些換鐵的啊 通通把那個Sisobi樂隊全部叫來 我說那Sisobi要怎麼樣 一對一對的比喔 南北Sisobi直接大對戰 一次就是七八對戰在比喔 然後我之前看過最誇張的是 某層姓的前臺北縣議長回添加八十歲 當然他家家境非常好 他們家據傳的家境是百億以上喔 那個多誇張你知道嗎 他們據傳前導車已經從三重爐洲出發喔 已經到巴黎了喔 後面的還在等 然後還在無線電還在摳號說 還有人在五個還要排二次 現在要排到地區 所以那個主持人你看到多累啊 這個是在整個所謂的送葬的一個狀況 前面已經到巴黎了 後面的在三重爐洲還沒出發 後面還有隊伍還在整個五股還在那邊繞 為什麼呢排不進來排不進來 所以重點就來了辦商室 到底是要莊嚴樹木 還是要追思還是要看怎麼樣的一個角色看人 但是呢你如果相信的越多 你的整個羈絆越多 你就越花錢 例如說什麼呢 有人會貸款辦商室喔 那為什麼要貸款辦商室呢 希望能夠一路風光嘛 那有人呢其實呢放公家的 例如說像各縣市很多地方都有那種所謂的特殊的殯葬公園 其實殯葬公園不用錢 你只要火葬完處理完之後 然後呢就直接去放殯葬公園 是不用錢的 臺北特別好 在陽明山 其實地點非常非常好 那個地方我也去過啊 他們就這樣辦一場商室下來的 大概花大概臺幣三萬塊 那很多窮人家會說 那我家連吃飯都沒錢的 可不可以辦商室呢 其實各縣市政府里長那邊都有所謂的三藏補助 每一戶其實是四萬 這個幾乎是你只要申請書就會給的 所以呢到底死要怎麼死 這個見仁見智 好有簡單的犯公家的 開始來跟各位講一些豪門的 環境好的風水寶地 譬如說臺灣呢 之前在北臺灣有幾塊特別好的一個風水寶地 其中有一塊風水寶地在哪邊你知道嗎 在北臺灣 那個圓景看過去喔 尤其我跟你說不誇張 就跟一個金元寶一樣 兩邊往上翹中間是圓的 你知道那塊地啊 某財團大老闆 他們就把他們的仙人放在那邊 他把那塊山 整塊山喔 買一半下來 所以呢就那塊山很漂亮對不對 這邊是某家財團買的 給他們的仙人 這邊是另外一家財團買的 你知道那座三家賣多少錢 多少錢 六億 六億喔 賣六億 這個是真正有錢人在玩的 我在跟各位說 我最近看到的另外一件 我最近看到另外一件呢 對方是醫生 然後呢 他們在三峽買了一個還不錯的 然後呢 因為是整座是整個納古塔 樓下直接停車停烤之後 樓下有餐廳對不對 進去裡面兩鏡 仙人在後面對不對 前面還有小 類似一個小客廳這樣 他可以坐在裡面 其實很舒服 那當然我問他說這樣花花多少錢 花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 花一千多萬 當然人家這個是有錢人的喔 所以環境好的風水寶地呢 上億的上千萬的 這個所在多有 看你要不要花 例如說臺灣的有錢人家 有錢人家 其實都有私人的目的 他那個私人目的就是 我不要跟你插插插 這塊我家的我自己用 郭台銘他們家最舒服 郭台銘的愛護員就是啊 他就是私人目的 但我們講喔 也有辛苦的 比如說最近有個案件 真的讓人看的覺得很辛苦 很難過喔 臺灣每年其實有很多墮胎的 殷屍那這些墮胎的殷屍呢 媽媽都已經不懂了 墮胎完之後呢 去整個婦產科處理完之後呢 其實他們就很多人 就直接就回家了 殷屍怎麼處理 那殷屍處理呢 一般的葬儀社 他們有說喔 火化加送金加安魂 最簡單一萬塊 一萬塊 可是呢公家發包呢 因為有公家在發包這事情喔 三千 那我問你 差那麼多 差那麼多 差在哪邊 剛好跟各位說嘛 火化送金安魂一萬塊 然後呢 很多人三千都在包 結果三千再包之後慘了 他往外一扔發現 之前他們就一包一包包起來 結果包起來呢 你也把他買好嘛 他也沒買好 結果那個野狗餓了 就去把他挖開 那還啃食耶 就表示他埋得不夠深 亂埋通啊 有些就亂丟而已 有些就亂丟 有些就直接亂丟而已 所以對於往生者 我們內心當然是充滿了尊重 但是在整個商葬業這一塊 其實五花八門什麼都有 但再跟各位說 騙子也非常非常多